中秋节将至,月饼市场已经热闹非凡 吃月饼始于上古,兴于唐朝 苏东坡有诗云,小饼如嚼月,终有苏和仪 现在却变了,月饼的定位成了怎么奇特怎么来了 包着酸笋、酸豆角、螺肉的螺蛳粉月饼 还有更深的臭鲑鱼月饼 商家进行的臭鲑鱼月饼试吃,结果不太理想 据说是因为太臭了 还有冷锅串串月饼,胡辣汤月饼,芥末三文鱼月饼 今年是物理化学工具一起上 总之,月饼是吃货的试验天 万物皆可和月饼概念走一波 除了靠口味出圈外,还得有点其他本事 今年有隔在月饼圈一夜爆红的地方 那就是上海市晚平南路600号 它还有一个名字,叫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从这一刻起,月饼不再是月饼 晋升为名震江湖的精神饼 这月饼原价不过百元,但饼有太多了 如今已被炒到了1288元一盒的天价 当然,也有靠研制吸引消费者的月饼 那非慢物质所属 慢物质2021中秋多层发光礼盒 获2021年德国红点产品设计大奖 如果说科技感是定义未来的中秋 那么各大博物馆就在组团回望过去的中秋 广州博物馆与中国大饭店礼盒推出消失的月饼主题中秋礼盒 还原广博馆藏,至中秋饼材料金两食谱中 凤凰月,腊肠月,烧鸡月,西施醉月和中豆荣月 无种口味的月饼 还有很多博物馆都推出了原创定制月饼 传统国风直拉满 中秋江湖再起风云 月饼世界谁与争风 你占哪一款呢